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伊迪斯·阿雷德太太 住在北卡萊萊納州牙耳山 她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 在信中她跟我說 童年的我十分之害臭 對自身的肥胖異常敏感 其實我本身是沒那麼肥的 只是我的臉型將我的肥胖突顯出來 再加上母親是一位保守主義者 她覺得最好不要將一個小孩打扮得花枝招展 衣服要闊一點才穿著 衣服穿的話會容易賺爆 是她的口頭禪 在母親的影響下 晚會活動和我無緣 我的興趣愛好更加無法發展 一直到我上學之後 我仍然十分害羞 甚至於有些低同學一等的感覺 無論是在課餘活動還是在運動會上 我都不可以展現自己的魅力 即使到我嫁了人 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女人 也都始終改不了害羞的毛病 我的丈夫大我幾歲 她的幾個兄弟姊妹 我的老爺奶奶都充滿自信 她們全家人和睦相處 都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擁有她們這樣的信心 全家人也對我精心照顧和幫助 然而我害羞的毛病卻變本加厲 我變得更加孤僻 內心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就連門中的聲音也都令到我心驚肉跳 失敗這個詞語放在我身上一點都不過分 而我卻不斷在丈夫面前掩藏自己的內心世界 每一次遇到熱鬧場面 我都顯得興致勃勃 但是就經常嬌有造作 我非常明白自己假裝興奮的外表很過分 常常因此而幾天都屈屈寡歡 結果 我越來越心灰意冷 不知道人生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我準備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這樣 到底用什麼來挽救這位思想接近崩潰的女性 而阻止她的自殺行動呢? 原來 只需要一句隨口而出的樸素語言 就能夠改變一個女性的命運 拯救一個家庭 徹底令我脫離這種不幸生活的 是我奶奶一句隨口而出的樸素的家庭名言 奶奶在某一日和我閒話家常 開始的時候提起她撫養我丈夫 和幾個兄弟姊妹的艱難歲月 當然生活的困苦沒有將奶奶拖垮 但是就令她總結出一句治理名言 儘管生活是這麼艱辛 但是我總不斷鼓勵孩子們 讓她們在重壓之下守護本色 我在一瞬間仿然大悟 因為我沒辦法守護本色 總是去飾演和本色相違背的角色 所以才會產生灰心喪氣的感覺 我彷彿在一夜之間脫胎換骨 學會了守護本色 我真的開始認識自我了 尋找我自己的本來面目 我分析出自己性格上的優勢 揭進所能地了解色彩的配搭和穿著的藝術 根據自身具體情況進行化妝 由此我的被動轉化為主動 我自主地去參與社團活動 最初我只是在一個小社團上發言 但是這種循序漸進的學習 令我從緊張不安 向勇於表達自我的角色不斷轉變 現在的我非常快樂 遠遠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遇上 而且在面對自己的孩子們的時候 我始終將自己人生的座右銘告訴他們 儘管人生如此艱難困苦 我們也要在生活的重壓之下 守護自我本色 這是我幾乎在面臨生死的情況下 了解到生命的全部意義 知武士桂爾海博士也指出 日本情況下 大多數人忽略了守護本色 而且這個問題從古至今屢見不鮮 成為引發很多心理疾病 又或者精神疾病的內在因素 譬如安吉羅柏屈曾經就幼兒教育方面的問題 撰寫過成百上千篇論文 而且出版了十三本著作 他一度無限感慨地說 有誰被那些不想認清自我 守護本色 卻又一心想模仿他人 戴上偽裝面具的人更加痛苦呢? 其實在生活中 失自我模仿他人的情況太多了 在荷里活這種情況更是比比皆是 荷里活最知名的導演之一 山姆伍德曾經頭痛地向我訴苦話 唉,真不知道如何開導這些年輕又可愛的演員們 讓他們守護自己的本色 似乎有一種無形的毒素在侵蝕著他們 就是他們居然一致盼望自己可以成為 俄羅拉透納又或者是克拉克、蓋博 他們居然要拋棄自我 模仿出最多也都只可以算是二、三流的東西 知道嗎?你們完全忽略了公眾起身獵奇的特性呀 山姆伍德一再苦口婆心地開導那些年輕的演員們 山姆伍德有著商人的風範 做導演之前,他在一間房地產公司工作 在他的理念裡,商界和影視圈都在遵循著同一個黃金法則 堅守自我,拒絕模仿 好像英姆學人說話一樣,喪失自我的人永遠不會成功 山姆伍德出色地执道了戰地中星 亂世界人等等的電影,再一次誠懇地重申這個意思 拒絕模仿、堅守自我 是演藝界最穩妥的做法 《保羅·鮑婷登》是某間大型石油公司的部門經理 負責人力資源開發工作 他曾經招聘過六萬多個求職者 《求職絕招》這本書 就是他對自身工作經驗的總結 有一次,我們談到應聘者在求職過程中 最忌諱的問題時 《保羅·鮑婷登》說 天啊,這些求職者做什麼呀? 他們做什麼一定要揣摩主考官的意思來回答問題呢? 為什麼不坦坦蕩蕩地闖開他們自己的心扉?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他們本身 無視自我才是求職的大忌呀 可想而知,很多喪失自我的應聘者被淘汰出局 他們可憐的努力都成為枉然 有哪一間公司願意要一個為了工作 連自我都可以洩獨,交由造作的人呢? 這樣和大家都討厭假銀子是同一個道理 卡西代理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電車售票員 沒有傲人的家世,他也從自己不堪回首的經歷中 提煉出這樣的人生哲理 做一個歌唱家是我從小就有的理想 不過我的獎項一般 而且一張開嘴,牙齒就暴露無遺顯得十分難看 我生平第一次表演 是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夜總會上的舞台 我的牙齒令我非常不自信 於是我就盡量用上嘴唇遮住自己的牙齒 企圖讓自己顯得漂亮一點 最終我失敗了 就好像在演一齣滑溪戲 我得到的是滿堂賭彩之聲 但是夜總會負責人之一認為我的演唱才能 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 他語中心長地跟我說 說他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我的滑溪戲 他非常明白我企圖讓自己在觀眾面前顯得漂亮一點 於是用上嘴唇遮蓋著我的牙齒 他的說話令我覺得無地之勇 而他繼續坦率地說 問我何必要這樣呢? 牙齒突出並不是人的缺陷 不用在意它會帶來給你一些不良的影響 只要你在觀眾面前充滿自信 大大方方地盡情演唱 就一定可以大受歡迎 你暴露的牙齒或者就是搖前樹 裁員滾滾 他的說話給我的感觸很深 從此我不再把牙齒突出 當作是甚麼大缺陷 只是發揮自己的演唱天賦 不斷開啟自身的演唱潛能 坦然自若地面對觀眾 滿足他們的需求 現在廣播電視界將我譽為大牌明星 其他的歌唱演員 全部都跟著我的風向走 卡西代理提示我們 人類生命的潛能就像一個神秘不可測的礦狀 威廉之武士認為 我們使用生命的能力其實還是非常有限 他說一般人被發掘的潛能 最多是在十分之一左右 而被我們利用起來的更加是少之有少 我們自身有著這麼遼闊的生命潛能場 為何不去開發 而傻傻地羨慕甚至妒忌別人的魅力呢 我們的生命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無論偉大還是渺小 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就是世界的唯一 在時空隧道裏面 沒有人可以霸佔你的位置 你的就是你的 你從父母那裏遺傳到的46個染色體 確定無疑 阿倫舒恩輝說 在某些情況下 每一個遺傳因子都有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父親的23個染色體 和母親的23個染色體 就是這樣在明明宇宙間創造了你 但是不要小善你的生命 在你的父母結合之後 你成為你的機會僅僅是30億萬分之一 你是贏了30億萬分之一的機會 才幸運地降臨到這個世界上 換句話說 你是擊敗了你的30億萬個兄弟姊妹 才成功來到這個世界 不過 即使這30億萬個真正成為了你的兄妹 你依然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你和他們都截然不同 這個不是故弄懸虛的感性猜想 而是有著嚴密切實的科學根據 書印費在他所著的 《遺傳與你》這本書裡 就詳實地解說了 如果現在守護本色的重要意義 還未能引起你足夠震撼的說話 那在我曾經經歷的這場黑骨銘心的往事之中 你一定會得到啟迪 這個道理讓我付出了昂貴的學費 那一年我幸運地考上了美國戲劇學院 從密蘇里州的鄉下來到夢想中的紐約 我意氣風發 紅心勃勃 一心想成為一名最出色的演員 速度當然越快越好 有一天這條通往成功的高速公路 終於被我發現 我欣起若狂 天啊 原來它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是想成為一位出色的演員嗎 只要將所有優秀演員的優點學起來 那我就集中多優點於一身的演員了 於是我迅速著手去找資料 去看影片 不斷揣摩研究 一個一個地模仿 當時我簡直忘記了還有我這個獨立的生命存在 我成為模仿的堆積物 叮叮當當地掛了一身別人的東西 簡直找不到自己 結果 可想而知 我以慘敗收場 我為我那些荒唐的行為 白白浪費了幾年最為美麗的青春光陰 慘痛的經歷最後拋給我一句真理 守護自己的本色 才是成全自己的唯一出路 而我們每一個人 也只能成為自己 有了前居之鑑 我本來應該從此聰明起來 但我簡直是被成功的強烈欲望 衝分頭腦 後來我幾乎又犯了同樣的錯誤 這個已經是幾年之後的事了 當時我特別渴望寫出一本曠世傑作 選題定在雙人公開演說裡 開始行動了 當年以前想成為名演員的時候 那個魔鬼般的念頭 又走出來纏繞著我了 如果模仿優秀之作 集中優點於一身 我的書是沉甸甸 自以為是這樣想的 凡是可以找到的 有關公開演說的書籍 幾乎都被我搜羅到案頭 一夜研究 足足用了一年的時間 來剪貼他們的精髓 以完成我所謂的大作 真理是殘酷的 我不得不再一次品嘗 由於我的愚昧無知 釀成的苦酒 這本優點沉甸甸的著作 就是這麼造作 虛偽和呼噪 最後 我終於醒悟 我沒有讓他去而誤讀者 而是被我一下子 就拋進了垃圾桶了 一年的心血 就此化為烏有 幸好 我是一個永不言敗的人 我重新振作精神 鼓足勇氣重新開始 這一次我再提醒自己 看內機呀 你就是你自己 獨一無二的自己 切機切機呀 於是 我回到了曾經被我遠遠漠視 吊吊的自己 不再盲目崇拜無訪別人 因為沉痛的教訓 再一次向我明示 我不可能成為別人 只可以成為我自己 經營自己 從自己的實際閱歷 知識 體驗出發 腳踏實地這樣做起來 最後 我終於完成了一本 關於公開演說的教科書 1904年 牛村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華特 那句說話 讓我永生難忘 他是這麼充滿自信地說 我不是沙士比亞 所以我寫不出沙士比亞的書 但是我依然快樂 因為我寫出了一本 完全是我自己的書 無讀有偶 喬治-蓋希文生前 亦得到來自歐盟-柏林的中谷 守護本色 聖明遠播的柏林 初次認識蓋希文的時候 蓋希文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 普通青年作曲家 生活結局 工資一週才35美元 柏林特別欣賞蓋希文的才華 有意幫助他 事意以高出蓋希文當時收入數倍的薪金 聘請他做自己的秘書 但是柏林也有他的考慮 他想讓蓋希文留在自己身邊 受自己的耳元目染 很容易腐蝕他的本色 也就是說 他有可能成為一個二流的 僅僅是翻版的柏林 如果他守護自己的本色 將來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蓋希文 柏林善良地把他的觀點 畫了給蓋希文 同時也建議他不要接受這份工作 聰明的蓋希文 因然接受了柏林這個致成的金玉良言 後來 一如柏林所說的這樣 蓋希文真是走進了 同一時代美國最有名的作曲家之列 守護本色這個真理 無論是從天才的叉里卓別玲 去到鮑白霍白 還是從樸素的馬麗馬格麗特 麥克布萊德 一直去到吉恩奧瑞 他們為了尋找這個人生的真諧 同樣是一波三折 歷盡千難萬險 柏林卓別林剛步入影壇的時候 他的導演特別欣賞德國的一位喜劇演員 於是他強迫柏林刻意學習這位喜劇演員的表演風格 然而叉里卻一點感覺都沒有 表演大失水準 後來叉里痛定思痛 始終守護自己的本色 終成大氣 鮑白霍白一開始是一個歌舞演員 他幽默天賦被埋沒了很多年 某一日 他試圖在舞蹈的同時 以插科打運來吸引觀眾 結果演出大獲成功 由此可見 認清自我的重要性 瑪麗馬格麗特 邁克布萊德最初被分配到廣播電台工作 外爾蘭幾位著名播音員 總是他模仿的對象 雖然吃了不少虎頭 但他從來未得到聽眾的認可 當他偶爾露出撲實無華的香音的時候 收聽率大大提高 於是他開始用密蘇里州的鄉村謊言 來進行廣播 很快就得到紐約這個繁華大都市的青睞 而且屢獲殊榮 和瑪麗、馬格麗特、邁克布萊德一樣 吉恩奧瑞剛剛開始試圖掩蓋自己撲實無華的香音 妄想進入紐約都市帥仔的行列 但可惜他失敗了 就在他頹廢黯然地用德克薩斯口音演唱 輕撥五言琴的時候 奇蹟發生了 紐約人認可了他的鄉村民謠 最終全球著名的鄉村牛仔桂冠 帶在他的頭上 在這個世界上 你就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 你必須為此而自豪 必須對上倉次願你的全部資源善加利用 總而言之 一切藝術都是個性的表達 你必須演唱自己最熟悉的歌曲 畫出你最擅長的顏色和線條 你的過去和現在 你的遺傳基因和社會生活共同成就了你 無論如何 你要創造出 只是屬於你自己的小宇宙 生命的交響曲已經開幕 你必須坦撥只是適合你坦撥的樂器 在我們一生不斷學習的進程中 質言道能即是愚昧無知 模仿他人即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每個人都可以在某時某刻 覺悟到這個人生的真體 無論如何 他必須始終守護著自己的本色 無邊無際的宇宙中 或者有更優美的地方 但他必須在屬於自己的圓林裡 灑下生勤的汗水 才可以迎來石果雷雷的季節 上倉賜與他的全部資源 都是身生事物 其他人永遠無法代替他思考 應該怎樣去利用 無人可預知他應該怎樣去試驗 只有他自己 才可以從無數次中的失敗走向成功 以上是愛陌生 是依靠自愛一民中的論斷 而下面則是以故詩人 杜格拉斯馬洛許心靈的感悟 假如上倉沒有將你安放在那個高頌的山巔 一如那個巔峰之蟲 那就造影照著溪流的一株小樹 令山谷也充滿勃勃生機 假如大樹的堆裂不是你的盟堆 那就化為一重灌木 假如灌木也不是 嗯 那就溫柔地瀑在這裡 成為一塊小草瓶 呼束的公路因你而生機殃然 假如你不可以選擇做優雅的蛇香鹿 哈哈 那就化作一條鱸魚 湖中最自由自在的那一條 船長只有一位 平凡的水手 自有至上平凡的份量 煩煩雜雜的塵世 最好從處理身邊的事情出發 假如寬廣的大路沒有你份 那就快快化作田間千脈 假如太陽不忠情於你 那就化為小星一火 生命的成功和失敗 不在於龐大和簽小 守護本色 揭盡所能 才是生命恆久的黃金法則 為了給自己 找一個平安寧靜 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園 請你務必謹記 千萬不要刻意去模仿別人 要認清自我 守護本色 你的天啊 還是要注意 或許可真夜 你做的天啊 你做的天啊 有你做的天啊 你做的天啊